如果希望這三件事情要一次就完成的話 很簡單 你底下的話再增加一個什麼 叫做插入欄的一個SUB 那你要怎麼自己產生SUB 很簡單 你只要打一個SUB 後面空一格之後 加上那個SUB的名稱 叫做插入欄 你只要按Enter就可以了 你按Enter底下你會發現 它會自動幫你補上一個 小刮弧跟EnterSUB 就多一個插入欄了 然後這個插入欄之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底下的話 這個插入欄總共我希望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先插入年 所以你可以在插入欄第一件事情 你用call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call call插入年 那意思就是說 我這個SUB的主要用途是 把上面三個都整合在一起 所以我第一個先call插入年 第二件事的話就是在幫我什麼 call插入區 然後再call插入路階道就可以 所以其實插入欄 這個SUB主要用意就是 把上面三個SUB全部通通把它變成一個SUB 那這個結果會變怎麼樣 就是之前本來要執行三次的 現在的話只要執行一次就搞定了 那當然你在插入欄之前 你可能要先把這個年 區跟路階道先刪掉 那你可以按Ctrl鍵 先選這個 然後Ctrl鍵按住再選區跟路階道 然後按刪除就OK了 那我們再把它run一下有沒有 插入年的話呢 這個地方 插入欄喔 OK我按F8好了 不要一下跑太快 不然的話一下 再來按F8 油腰放在插入欄上面按F8 有沒有 它會先跑的插入年 所以喔 這個時候它會先怎麼樣 先產生插入年這個動作 所以我按F8 所以我建議 如果不太熟悉程式的流程的話 我建議你不要直接按執行 你就按F8 那你慢慢去觀察一下程式的run的方式 然後再插入區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插入區 它就跳到哪裡 跳到這個SUB的地方 然後你再去run它 插入區OK了 然後再來插入路階道 這樣就OK了 所以 不過好像最後有一個地方 好像不夠完美 哪個地方呢 就是最後這個地方好像 它這個路階道 寬度好像不夠寬 不是太寬了 那變成 我們如果要調整這個寬度 其實可以自己再把程式寫上去 不過 目前我們先把它鎖動把它拉回來 不然它太寬看起來 有一點問題 OK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是已經把這個部分 有沒有 給整合在一起了 所以最後把上面的三個SUB 變成一個SUB OK 那最後的話 當然我們還可以再增加一個按鈕 就是叫插入欄 不過最好是可以怎麼樣 因為剛剛我們每一次要按插入欄之前 還需要多一個動作 就是把這三個欄刪掉 所以如果假設 我希望再多一個SUB 功能就是說 我不要每次都在人工做一遍 我希望把這件事情 就變成一個按鈕 來完成的話 那不是更好 可是怎麼做 一樣 就是你可以先彩排一下 其實彩排沒什麼 就是選這個 按Ctrl鍵 那就選這兩個 然後按右鍵刪除 對不對 OK 那如果呢 你不會寫對應的程式 那怎麼辦 很簡單 錄字聚集就有了 有沒有 如果希望把這件事情 變成一個程式的話 那我可以把它錄下來 錄字聚集 那所以我剛剛彩排過了 我們開始錄好了 這個叫什麼 刪除欄好了 刪除欄 好 這樣應該沒問題吧 我就盡量講慢一點 如果你還是覺得我講得太快 請回去自己看影片好了 因為我已經盡可能的 講得比較慢一點 OK 好 按確定 好 應該知道吧 有點像你開始錄影 彩排過了 好 按確定 1 先選D欄 2 按Ctrl鍵 再選G跟H欄 Ctrl鍵按住 好 3的話 在這三個範圍 任何一個地方 按右鍵 選擇刪除 OK 好 結束了對不對 記得 一定要 不要忘記 做什麼 停止錄製 因為好像之前的同學 對 之前有同學 忘記停止錄製 然後又錄製新的 好像會一直出現錯誤訊息 可能注意一下 停止錄製好像同學常常忘記 停止錄製 好了 那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我最後把插入欄 已經做了一個按鈕 按鈕的話 其實可以從這邊插入一個 有沒有 插入按鈕 所以我按一下這個插入欄 名稱不對 我看一下 按右鍵 重新指定一下 那可能我有重複的名稱 所以怎麼辦 我看一下 我這邊如果重複的名稱 那一定要把它刪掉 不然的話 它會不知道到底是指哪一個 這邊我有插入區 這邊其實有做過 這邊也有一樣的 所以我把這邊的 把它delete掉好了 OK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就把這個按鈕 把它指定到 我要 我剛剛寫那個插入欄 有沒有 插入欄 插入欄 在這邊 OK 然後我就直接幫它run一下 基本上有沒有 1 2 3就有了 那如果我要再增加一個 刪除欄的話 那當然我剛有錄製一個 叫刪除欄對不對 我先run一下執行 不見了 那最後其實我也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按鈕 直接加到哪裡 加到這邊來 然後我就指定刪除欄 並且把上面的名稱複製一下 然後按確定 這邊的話 就是加上這個 刪除欄 OK 把它貼上 好 那這樣就OK了 所以試一下 所以 那步驟不能天倒 你不能現在按刪除欄 那完蛋了 你會刪除掉 不應該刪的 很重要 因為 這個地方它刪掉就回不來了 所以 你要 練習之前 我建議可能 再複製一個 工作表 先按插入欄 三個欄 有沒有 1 2 3 然後再按刪除欄 不過你會發現 有一個問題發生 哪個問題呢 你的按鈕居然不見了 不過插入欄導還存在 為什麼呢 跟各位講 最後 如果你假設 增加那個按鈕會不見的話 可能要注意一件事 因為你的按鈕本身 它是會預設的條件是隨著儲存格改變的 所以如果假設你那個按鈕不見的話 你記得喔 最後還要多做一個動作 就是把按鈕上方按滑鼠右鍵 有一個 控制項的格式有沒有 記得喔 控制項格式裡面有一個選項 一定要改一下 就是摘要資訊裡面 這個一定要改一下 它預設按鈕本身的 這個 這個什麼 物件的位置 預設是大小 位置隨著儲存格改變有沒有 那如果你假設像剛剛那個狀況 你說老師為什麼一下靠右一下不見了 因為呢 只要你有刪除欄 增加欄 它的位置就會 隨著儲存格改變嘛 但如果你不想它改變的話 你只需要改一個選項 就是把 大小位置隨儲存改變改成 一三個就對了 大小位置不要改變 不隨儲存格改變 這樣就OK了 記得喔 兩個按鈕都要改喔 你不能只改一個 那改完之後再試一下 插入欄 這沒動 OK 刪除欄剛剛會變 試一下 現在也不會變 有沒有 插入欄 刪除欄 這樣OK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不過好像 它這個欄框好像會一直改變 OK 那暫時先不管好了 反正我們先完成到這裡好了 所以最後的結果是這樣 刪除欄 然後再插入欄 所以今天的作業 好像有個BUG 這個BUG可能自己來解一下 這個再調一下寬度 OK 所以最後的話就是把這兩個按鈕完成 就是今天的作業 OK 請各位試著 把今天的作業 試著完成 就增加兩個按鈕就OK了 那設定欄框其實我在雲端上有放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解這個BUG 雲端上其實也有 OK 好 試試看